本來是政府為人民服務 可是現在真的是非一例組織為政府服務 這完全是莫名其妙的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全面檢討社安王 社工不要再陣亡 我們會在衛服部的門口前面 為什麼會來舉辦這場普渡的法會 就是因為我們台北市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公會 做了一個專案叫做100個社工陣亡的故事 我們現在訪問了36個社工 看到我們的社工陣亡是非常的淒慘 在這個情況底下 我們將要對衛服部提出一些訴求 希望他們可以看到我們社工陣亡的樣子 因為他們是主管我們社會工作的主管單位 那在他們出來迎接我們的訴求的時候 今天也是農曆的7月1號 那我們其實也請到了一位法師 叫侯塞蕾法師 那他等下會幫我們祝念 然後要幫他補助我們這些社工 還有大家平平安安的 可以度過我們的每一天 不要再陣亡了 社安婉士林 阿桑 好 然後呢 廣存一百種 歷史多一種 身體海潦潦潦 身體擦潦潦 三官全毀票 個案很辛苦 社工好痛苦 為服部幫忙 不要搬到完 為服部乖乖 要多聽基層 有嗎 有 有 機構不要辱 要多聽社工 有嗎 有 網路也乖乖 高樂也要偷 有嗎 有 民國93年 政府推出高風險家庭篩案派案機制 民國95年 大溫暖社會福利工程計畫 民國107年 強化社會安全網 三年一小改 五年一大改 政策规划要实证研究 今不见国家政府只会要求 绩效还有excel 公共政策要讲究责性 今不见国家政府盲目大洒币 中央花拳绣腿 却称鞭长莫及 卡在中间的基层社工死不足袭 充实基层人力每每作为唯一解方 社工阵亡只怪你 近城框山遍野社工乱荡缸 人若离世尚有一指死亡证明 社工阵亡只怪你不会照顾自己 为什么会在这个社安王底下 会惨遭变成亡魂 第一个呢 社工在这个社安王底下 肩负了太多不合理的任务了 然后又没有相对的资源 来让我们的社工做服务 导致我们的社工精疲力竭而亡 伤痕累累而亡 那我们就要指出 其实在我们蔡英文总统就职的时候就有说过 希望能让社工深入最精神 把过去没有被社安王的人接住 但是呢 最近这几年 社安王的成立之后 反而社工不是在为这些服务的对象服务 反而是为了政治在服务 特别是在这几年的疫情底下 我们的很多社工 他其实去发口罩 去发便当 然后让我们服务的对象 找不到他们 让我们的家属找不到他们 事后他做完这些工作的时候 他要来进行这些服务 想问一下大家 怎样的服务品质 真的有服务到我们的服务对象吗 还有也有社工指出 他的服务根本就像万事屋一样嘛 为什么呢 从机车的超速到随机杀人 为什么都是社工来做一个服务呢 连十几年的个案 他现在如果出事情的时候 那些议员啊 那些长官啊 都会叫他们把个案记录拿出来 再做检讨 请问这跟社工的服务 是怎么样的一个形成 什么样的关系 那我们觉得还要指出一个 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很悲惨的社工 他其实做了五年的保护性的一个业务 其实他现在都很惊魂未定 他只要看到那个 新闻上有个案出事 他都会去看他说 这个是不是我的个案 这样的一个心理的压力 然后长官给他们说 个案就是不能出事 他没有办法好好照顾到个案 没有办法好好的看到他的需求 所以我们的更为第一点 为什么社工会阵亡呢 就是因为我们真的 社工不是为个案服务 是为政治服务 我们肩负了太多不合理的任务 我们的社工 他也被强调要做数据的服务了 很多的社工 他常常就在电脑前做勾机的动作 然后这个勾机呢 他就不明道理说 为什么要这样勾机 然后就是因为长官说 因为上面要求 我们要有绩效 要有绩效 我们才有办法得到相对应的资源 如果没有这些资源的话 那你们是不是就要走路了 你们就没有办法继续做服务 这个是一个 当社工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我整天都要面对 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在系统面前 做打勾勾的这种游戏 他们觉得很荒谬 再来有很多形式主义上的一些会议 其实社安网被强调的就是大数据的分析 以及就是跨网络的合作 但是好多好多的社工 他们都会说 我们其实这样的网络的会议 它只是一个形式上的一个会议 有一个社工呢 我们的网络的社工 他就说 我看到一个很困顿的家庭 但是他会议的时候就指出说 其实这个应该用网络的时候 我们大家一起来合作 才可以帮助这个很困顿的家庭 但是网络就说 我们有一个社工 就是你服务他就好了 太多的社工进来 就是一个资源网络的浪费 他就觉得很无奈 没有办法 他苦撑死撑了 直到有一天 这个案家出了一件大事情 上了新闻之后 才所有的资源就进来 那就好无奈的说 这件事情 我早就在先前的会议都提过了 为什么要等我服务的对象 他出事情了之后 才要把我之前提过的方案 一起进来去协助这个案家呢 这就是造成我们社工死亡了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第三个 其实我们看见了 社工专业的一些施数 我们现在看似很健全的 无力方案的萎波 社会安全网的计划 还有强调社会公司或是要全面的正照化底下 其实反而让社工 坠落了体制里面 变成一个官僚 导致我们的社工 无法获得多元的养分 然后灵魂枯竭而往 这件事情呢 我们得要去说 其实很多的社工 是希望可以建立更多元的一个 的支押的发展 不是只是卫福部 所建立这样的一个支押发展的方向 特别是我们想要跟卫福部做这样的建议的时候 卫福部社工师的师长 还不邀请我们社工工会进到里面开会 是我们要求我们的委员 可不可以协助让我们社工工会进到里面开会的时候 支委 支长 言为期难的 还答应了我们说 哇你们好像很厉害哦 很快找立委哦 才让我们这样进入到里面去开会的 这里面 我们的卫福部 根本就没有想要采纳社工的声音 没有想要采纳我们基层的声音 我们基层是有很大的需求 想要看到我们的社工专业的发展 可以更多元 可以让我们的服务更健全 更完整 但是我们的声音就这样被阻断了 在里面不仅仅就是卫福部的师长这样子而已 还有很多其他的在这五年社会安全网的建构底下 也从来没有找社工 有啦 办了几场的论坛啦 办完了之后呢 到底有没有把社工的声音纳入里面做一个修正 四百亿的经费 各位啊 人民的纳税钱耶 各位啊 我们社工是第一线服务的人 他们到底有没有把我们的声音纳入里面 这些让我们社工没有办法好好的说出我们的原因 让我们的社工没有办法有更多元的滋养 反而造成我们灵魂的枯竭 所以我们提出了三点诉求 第一点诉求就是全面的检讨社会安全网的计划 他们对社工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第二个我们要重新的检讨社福分案的尾坡 用自然网的计划 还有社工师全面征兆化的实施 对于民间RGO的体制 社福环境的甚負面影响 建造我们更适合的社会工作的发展力量的多元管道 第三个就是我们最要为福部赶快采纳的 就是要纳入我们基层社工的意见 对社工相关专业的发展和劳动议题的发展 都要找我们做一个协商